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那各位我们的院长,还有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我就不一一称呼,还有师傅们,还有各位居士,大家早上好,那你们同学大概第一次听出家人演讲的,恐怕是第一次听出家人演讲的, 在座很多了,那我今天也很高兴来到我们秦义公专,早年叫秦义公专了,我印象中还在那里,那现在在秦义大学,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,佛教里头很重要的一种观念, 也是对现在人很重要的一个观念,对各位同学来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,但是不知道你们意识到或不意识到,这不一定,那我今天来呢,你不用担心说我来跟你们传教了, 虽然传教并不是什么坏事,但我的目的并不是以这个为主,我是要来跟同学谈一谈 作为,我们正在读这个管理学院的一个同学,管理,刚刚我从我们的这个院长那里知道,我们有五个系所了, 这当中还有这个休闲管理,这个我也听说过有些学校,好像亚洲大学在哪里,在台中的,也是有这个,这样子的一个休闲餐饮啊,这一类的,那一般传统的话,以前我在陈大物理系读的时候,我常听的就是工业管理,资讯管理,这一类的,那么当然,管理学院啊, 在西方,是相当的夯的一种,一个学院啊,为什么,因为其实,天底下什么事情都是管理,你知道吗,我们出家人也在讲管理,出家人每一天啊,要念三个,三个很核心的,叫做,叫做什么呢,叫做皈依的文,寺院文, 那么这个,当中的第三句,那,自归一生,当愿众生,同理大众一切无碍,那个,同理大众一切无碍,其实就是管理,同理,那个同理啊, 主位同学,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来读管理学院,但是其实,管理学院,它最接近,怎么样,最接近,在某个意义上,最接近,直接跟人性有关的,虽然,有时候,我们谈的是管理,就是流程啊,或者是,硬邦邦的财务啦, 这一类,它可能也是很技术面而已,也里头要很多种计算,看起来是抽离的这个人性,但是,诸位,我们一定要理解啊,管理的背后在为什么事情服务,在为人服务的,其实科学本身也,也是在为人服务的啦, 不是说只有政治,或者是艺术,在为人服务,管理也是一种,为人服务的,只是,它被抽离,在很技术面上面,去讨论,这个,有其必要性,但是,如果我们作为这个,学习管理的过程当中,我们忽略了,人的意义, 或者你在学习,这样子的一个课程,你的学业,然后,最后,你毕业了,你只是一个学会技术的,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话,那这样是不够的,我记得我们那个年龄啊,我们,整个台湾是,在翻动的过程当中, 像台湾解研也三十年了,在我们那个时候啊,报纸是有报警的,那大学生读书哦,哎,还要穿制服的呢,还有一段时间,一天还要再穿制服的,那还有那所谓的教官,教官就是军人哦,那正式的军人,军人当然是很值得敬佩的一个,一种职业跟身份啦,这没问题, 那但是他进入到校园里头来的话,是国立大学,私立大学都要有的,那么呢,要穿那个军训服,我们还被告知要穿军训服,这样,在那个时代啊, 其实,你大概很难去思考,人生的各种可能,因为大家就死死绊绊的这样子啊,读书啊,你读了哪一些,你大概就要去出国啦, 啊,读哪一些,大概你就留在国内啦,大概就这样而已,这里的可能有些老师,您的年纪,大概也是那个时候的, 但现在不一样,诸位同学,你们拥有很多机会,而且在我们那个时代,在我们那个时代,读什么学校,大概就是一场考试就决定, 那决定的时候也十字反反,就这样排之论背,就这样去读,那能够去读大学的是一百个当中, 那个时候我们录取率就是13,就百分之13,就一百个,只有13个人能够去读, 后来当然一路所谓的,所谓的改革了之后,大学大家人人可以读啦, 这当然也是,又是另外一个风景了,可是我觉得这个差异并不大,差异并不大, 我像这几年呢,因为那个台大的陈西社也是佛教社团,佛学社,他复社之后, 那我们跟他有接触,那他们也去找了那国防医学院的同学, 还周边几个佛学院,人都很少,因为人少嘛,就大家, 要斗在一起办活动,不然办不下去,那我后来,我去观察理解, 就是说,如果你,你就毕业了,或者是你,怎么样,就是说, 会学会,学会很多做人的道理啦,或者是跟人家应对,出社会这样,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,他读什么系,出了社会之后, 大概前五年,会对你有影响,过了那五年之后啊, 如果你够努力,或者你,你怎么让自己变成更有,更有价值, 那么在五年过后啊,其实你读什么学校,没什么差别, 特别是在讲,讲什么呢,讲能,那个,把东西做出来, 或者把工作做到的情况之下,我们后来发现, 我看那个天下杂志,它有一篇,研究台湾, 不是研究,就是说,这个,讨论,跟采访,这个,台湾的一个百大企业, 里头的,老板都不会去采访,老板以下那些,主要一级主管, 他们在用人的态度啊,跟用人的经验, 他们也是讲了这类似的话,虽然说,虽然说,台大清, 台大,陈大,这几个学校,清大还不一定, 清大因为很多都出国去了,那个,还有几个失业学校, 还是企业很喜欢的,但是不是因为学校喜欢, 喜欢那个学校,不是,是那个学校熏出来的, 同学的样子,人家喜欢,那最终是, 那个人的品质,人家喜欢,不是那个学校的牌子, 是人家喜欢,当然了,那个学校后来形成某一种风格, 那因此去读完出来也会,也会说, 那我愿意,就那些企业主管, 我愿意优先思考,是不是留那种学校的人留下来, 当然这是可能的,但我们再看看他的一些研究, 跟访问的真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, 真正背后的意思是,那个人的品质, 你再有能力啊,那个人的品质, 不为什么呢,不为公司所需要, 或者不为这个社会所需要, 或者是说,有一个更重要的品质, 那就是,你能够与人相处, 你有办法管理你自己与人相处的情绪, 我们一般讲,这种情绪, 如果不谈论别人的话, 它是一种EQ, 什么情商啊, 其实,情绪绝对不会孤立你自己的, 情绪是跟别人有关的,你要记得, 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人的品质, 我刚刚讲说管理, 其实管理的背后都是为人在服务的, 它也牵涉到, 你是怎么看待管理这件事情, 所以今天啊,我们题目说, 怎么样管理你的人生, 管理你的心灵, 观察你的心灵, 诸位啊, 其实以西方的研究来讲, 在这个年龄, 来跟诸位谈这个, 在某个意义上是稍晚了一点, 其实他更早要在什么时候谈, 国三, 这就是有早熟一点的小孩子, 国二, 一路到高三这段时间啊, 其实是找寻自己心灵或生命定位的最重要时期, 那因为台湾的话呢, 华人文化这个升学主义比较浓厚一点啊, 所以我们大概都要到大学, 才比较有这种空间, 所以我今天就以这个立场来跟大家讲, 就是说虽然大家比较慢啊, 虽然大家晚了一点啊, 但是呢,我们还是可以谈的, 那我从哪个角度谈呢, 我告诉诸位就是说, 我刚刚不讲嘛, 就有一些这个百大的老板, 他们很喜欢, 特别是很喜欢那个成大的学生, 我自己就是啦, 但我自己想想, 我笑笑想说, 我完全不会是老板喜欢的那一类人, 为什么呢, 因为我从小, 这个是, 不可以说我教买孩子大岁啦, 这里有很多老师在, 不过这个也是事实啊, 我从小就不太相信权威, 老师我是很尊重, 就人的品质跟人伦的这个观念, 伦理观念来讲, 我是很尊重老师的, 但是呢, 我骨子里头有一只, 不叫怀疑主义, 我不是怀疑主义者, 我是一个什么样主义呢, 我是一个, 叫做什么呢, 叫做道理对了, 就可应该可以行天下, 叫我做什么事, 你必须要有一个道理来说服我, 如果这个道理还没有足以说服我的话, 我不打算因为权威而去服应他, 这种情况其实是, 老板没想尬他, 老板不太喜欢的, 所以我也不希望, 我也不是要叫诸位说你们, 你们要变成这样, 这样会让你阿伯出去没头脑, 那这也不行, 可是这个跟佛教有关, 也跟你的人生有关, 人生哦, 我们说人不轻狂往少年, 问题是轻狂, 不能够为轻狂而轻狂, 轻狂当然了, 不过为轻狂而轻狂本身就叫轻狂了, 那其实也OK啦, 但问题是要轻狂到你能放能收, 这就不容易了, 那等一下我会想我有姻缘讲一讲, 怎么说呢, 我说有一种品质, 这种品质是找寻内在心灵价值, 跟找寻, 跟你自己的生命相衔接, 或者说进一步会讲说跟你以后要做什么, 你能不能爱你自己的工作, 无论你是什么样职务或什么样工作, 你能不能爱你的家庭, 你能不能爱, 而且你懂得爱, 你所选择的爱, 包括人, 包括事, 你能不能爱上一个, 你选择的一条路, 哪怕那条路这么的, 这么的辛苦艰辛或没有人走, 那你能不能虽千万人无往矣, 我不是要叫你做劣势, 我告诉诸位,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会跟另外一个人一样, 所以没有这个地球上在理论上说, 佛教理论上说, 没有一个人的业是一样的, 那因此呢, 也没有一个人的选择是有利可循的, 基本上是没办法, 换句话说, 老师包括师父, 能够告诉你的是原则, 因此你选择的路, 永远是你只有你自己在选择, 那这种路你喜欢吗, 没有人能够跟你比啊, 也没有人可以跟你帮你证明, 我说过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, 他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, 好, 那如果是这样讲一件更严重的事, 老婆呢, 老公呢, 儿女呢, 夫妻呢, 男女朋友呢, 男女朋友有时候呢, 男女朋友有时候叫做情侣装, 对吧, 情侣装大家穿的一样, 手表带一样, 帽子带一样, 但心不一定一样, 这第一种, 第二种, 情侣是要完全都一样, 才互相相爱, 还是两个刚好反差很大, 可以相爱, 这也不一定啊, 对不对, 有的人爱玩, 那个爱玩呢, 却很喜欢一个爱静的, 反之, 有人很爱静, 可是他看那个很爱玩, 很活泼, 他还好羡慕, 他还很喜欢, 对不对, 但又有人不一样, 有人在爱, 你喜欢静, 我也喜欢静, 我们俩走到一块, 你选择不一样啊, 爱你选择的, 这是你从读书到做人, 到最后怎么面对你自己, 都要学会, 很不容易, 不过我爱什么, 我爱我做和尚的这条路, 这是很少人走的, 你知道吗, 我小学五年级, 我就立志要做科学家, 那种时代, 大学科学家很夯, 台湾四十年前, 四十年前的台湾, 四十多年前的台湾, 我已经透露我的年龄了, 那么四十多年前的台湾, 那么就是学科技, 那么到国外读书, 然后回来干什么的, 这一类的为一切, 社会上能选择很少, 那我那个时候, 并不是因为社会这样, 是因为教室里头, 有很多那个同学, 捐出来放在教室, 教室角落那里, 每一间教室都有小小图书馆, 那我们家穷啊, 但我都看我同学, 不想看的书啊, 丢来学校里, 那有好几套书, 就是什么科学, 什么百大, 什么科学家啦, 什么这一类, 那终于被我看完, 那我任天生很喜欢思考, 那我就, 哎, 我就立志要做物理学家, 我也知道, 当年基于, 我小五我就把什么, 什么同位数啦, 什么化学方程式啦, 那个有的是大学书的那些内容, 我就胡乱看, 我就把它看, 但成绩并不是说对顶级, 学校成绩OK, 就一般一般, 那我很在意, 我很喜欢读那个, 小五哦, 然后你看小五, 然后到国中, 国中啊, 那个我是超爱玩的, 超爱玩, 偷东西打架, 交女朋友, 那个也不算交女朋友, 就是找女生玩, 这一类, 然后翘课啦, 那个是家常便饭, 我那个翘课翘到什么, 国中的翘课只是对我, 或者胡闹啦, 在学校里都胡闹, 对我的人生来讲, 那是序幕而已, 我的最顶尖的是在高中, 读台北师大副中的时候, 那个以前不是有部电影吗, 叫什么, 那一年, 什么, 那一年我们共同追的, 共同什么事情, 在讲的就是那个高中生, 我说如果拿我的高中生, 我真真实实的高中生活, 来拍电影, 可以拍三部, 你可以这样子, 所以我说我去读陈大, 大概我们这种陈大, 读出来的, 老板也不喜欢我们这种人, 很疲异, 那很有想法, 很有做法, 也很敢做, 诸位你不一定像我这样, 但有一种品质, 你必须跟我一样, 那就是勇于选择, 并且清楚你要选择什么, 然后选择了之后, 你不会埋怨, 你也不一定叫做爱你的选择, 但你会接受, 并且完成你自己的选择, 那个选择也不会被怀, 也不需要别人承认, 你的选择很好, 很对啊, 不需要, 完全不需要, 你的选择就是你的选择, 你的选择OK, 你说你OK, 那就OK, 当然了, 这是在违背道德跟法律的前提啦, 是这样, 你选择抢银行, 这不OK啦, 我这样讲应该大家懂, 我一生就这样, 其实我从小五开始, 我说我选择要读, 要做物理学家, 然后接着呢, 接着我就开始, 试着去读一点书, 我小四的时候, 学校成绩, 那个时候一个班级, 你们现在一个班, 大概二十几个人我知道, 听说, 我是指小学, 现在小学班级, 听说才二十几个人, 我们那个时候班, 动辄五六四个, 我先从我小一说起, 我小一读台北中正国小, 现在还在哦, 那我读国小很搞笑, 第一学期, 我只读了一学期, 读一学期的时候呢,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, 这个街坊, 这条街的小孩一起去读, 那一起排队回来, 那我们那个街坊上就, 好几个跟我同班, 就回来了, 他回来说有一次, 我可以傻到这个样子, 回来说拿了一个成绩单, 十分, 我不知道十分是什么意思, 我连十分是什么意思, 我都不知道, 然后给我爸看, 然后呢, 其实已经是学期末了, 那有个总分, 但是那天, 那个考的那个好像是国语, 还是什么, 十分, 后来我才知道满分是一百分, 什么叫满分, 就都对叫做满分, 我十分哦, 我傻傻的拿回去给爸看, 我爸跟我妈就看了我之后呢, 他就忍了一下子, 忍了一下子就, 就, 就, 就问, 就问我, 我爸因为在办上班嘛, 一般男人上班, 就比较不了解小孩状况, 就问说, 那个, 问我妈, 在我面前问哦, 我是独子啊, 所以我们家没有兄弟姐妹, 所以这事情对我来讲, 记忆很清楚, 他问说, 那个, 某某人啊, 就是我, 这次, 才读书, 第一次的那个, 那个学期要结束了, 同学不晓得他第几名, 我们那个时代很在意第几名, 你懂吗, 第几名, 然后呢, 我傻傻的哦, 我甚至不知道越多名越不好, 我甚至不知道, 我就跟我爹讲, 爸, 我51名, 51名听到没有, 一个班, 我51名, 我一个班五六十个, 五六十个, 我很高兴, 带着很兴奋的角度, 跟我爹讲, 我51名, 这样, 然后我娘的脸垮在那, 哦, 这样, 我爸呢, 故作正经, 说哦, 您班几个人, 这样, 哦, 我妈, 我53个, 这样, 我跟我爸这样讲, 我53个, 反正, 读书啊, 对我来讲很新鲜, 什么我都不懂, 那我爸就自然, 就难难自语说, 哦, 还好, 不是最后一名, 他就讲这句话, 可是我娘补了一句, 说, 可是那个街坊上面, 有一对那个头脑坏掉的兄弟, 双胞胎, 双胞胎, 破破, 头壞掉, 好像也在他们班, 两个, 双胞胎, 懂吗, 懂吗, 我们班53个, 我51名, 但, 那两个双胞胎, 头壞掉的双胞胎, 也在我们班, 然后我妈就跟我爸这样讲, 他们在对话, 那我就在旁边, 很兴奋的跟我爸讲, 对啊, 他们两个兄弟好好笑哦, 然后我爸完全笑不出来, 听懂吗, 我们班53人, 然后我51名, 大概有两个兄弟, 头壞掉这样, 这是我的小学, 第一学期, 那后来又继续读了一点点, 那个学期要结束之前, 有一天, 我晚回去你知道吗, 因为大家都排队回来, 可是我爸那天,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, 早回来, 周六还怎样, 找回来, 因为他只有个儿子而已啊, 那他就在意说, 奇怪他儿子怎么没回来, 他就问那个回来的同学, 那同学跟他讲说, 哦, 那某人啊, 他还在学校, 老师在教他, 结果我爸就来了, 来就他看到哪一幕呢, 他就有五个同学, 就我刚讲那两个头壳坏掉, 那两个, 另外一个是好像乔生还怎样, 另外我跟他, 反正五个人就站在那个讲台前面, 老师在教那个, 不知道在教波波波波, 还是一二三相加, 这样, 我们傻傻的站在那里, 就不懂嘛, 就站在那儿学, 是站着, 有点被罚那样子, 我爸来了, 那我瞄到, 我瞄到我爸来, 我还跟我爸打招, 我爸躲在柱子后面, 害怕被老师看到, 他大概觉得很丢脸, 这样子, 这就是我小学读书的时候呢, 我的第一次经验, 那一路读到小四, 我总觉得OK, 我这种成绩很烂这样, 但我觉得很OK啊, 玩起来高兴就好了, 一直到小四, 小四的时候后来我来北投, 北投就台北的那个北投啊, 我进了那个班是, 很特殊的一个班, 就是那个班级是, 都是军人子弟, 就是眷村里的小孩子, 其实在当年眷村的小孩, 其实程度普遍很均匀, 里头有好多, 我好多同学, 他爸爸是什么诗人, 画家, 或者是将军这一类, 所以家教都很好, 我的那个小学同学, 我呢, 我只沾了一个名, 是我爸爸是外省人, 其实那是养父啦, 是外省人, 这样因缘而已, 就被编到那个班, 其实是, 其实是这样, 其实是, 成绩是不顶好的, 可是呢, 我有一个技能, 干嘛, 讲故事, 同学, 我刚去做新同学啊, 老师就问我说, 你会什么, 我就, 因为我喜欢东看西看嘛, 我说, 我会讲故事, 老师呢, 就第一次介绍我, 进入那个那班的时候, 他就说, 那好, 你讲个故事这样, 结果我讲了故事之后, 欲罢不能, 一路一直讲到下课, 这是我刚到, 以转学到小一的下学期的时候, 是这样, 你说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, 这意思贯穿到我后来, 我一辈子, 贯穿到我现在, 你知道什么吗, 你想想看一个同学, 读书这样子, 然后跟同学, 那居然考试考那么怪异, 然后爸爸都觉得很丢脸, 然后再来就, 这个在那种比较竞争的班级上面, 那种学生比较, 我都一直读中中, 然后都自己爱玩, 然后人家都笑我说, 这个人看起来聪明聪明的, 怎么都没有用, 到一条小事, 到了后来小五的时候, 我自己想要当, 当科学家, 我才觉得, 好吧, 那么来读一点书吧, 我是这样子, 然后他开始读了, 可是既然想要读, 我就会找到内在的理由, 因为我要做科学家, 诸位, 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, 以佛教的角度来说, 这是对的, 也就是人生心灵, 你必须诚实地面对你自己, 不要太在意, 周边既有的标准是什么, 当然了, 做监犯科啦, 违背公共秩序啦, 乃至于犯罪, 这当然不能够算在内, 我是指, 在这些之内, 到底你的家庭要你干嘛, 你爸都当医生, 然后你在那边读管理学院, 你爸觉得很丢脸, 那是他的事, 跟你无关, 你懂吗, 你懂吗, 很多人是觉得, 哥哥好厉害, 哥哥读书一路都按照爸妈的意思, 一路读得那么好, 可是爸妈每次谈到我的时候, 就自动跳过, 因为我没有像他们那样, 我也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, 所以我好丢脸,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哦, 我刚刚就说了, 人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, 特别是佛教, 他是这样讲的, 所以怎么能够拿同种标准来比拟跟要求你呢, 管他是谁, 哪怕是你爹娘, 那都引导的事情,